老父亲拿起皮鞭狠狠抽在女人的背上 丝毫不顾女儿的哀求 狠心程度堪比陆振华 只因女儿私自放走了伊丽莎白的三个侍卫 又从中阻拦了公爵毒杀公主的计划 这才气的老父亲火冒三丈 随后将女儿囚禁在家中 打算让她安分守己的嫁人 帮自己拉拢全城利益结盟 但性格倔强的维亚 自然不愿沦为父亲弄权的牺牲品 下一秒就拿起刀架在自己漂亮的脸蛋上 然而狠心的父亲却无动于衷 这边的维亚即将失去她的幸福和自由 而另一边的伊丽莎白公主 跟着心上人巴图林私奔 还沉浸在对美好未来无限的憧憬里 她坚信巴图林一定会娶自己为妻 于是便提前与她动访了 却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她万万不该托付的 完事之后 巴图林就借口外出巡查离开了房间 实际上是找到这家客栈中 安排好的与她对接的法国人 详细讨论接下来如何处置公主的计划 而一路跟踪躲在马厩里的侍卫们 正好看到了巴图林与法国人密谋 他们要把公主带去巴黎做傀儡 然而此刻的伊丽莎白还完全被蒙在鼓里 皇宫里的叶卡杰琳娜得知女儿逃跑的消息 对她的误会自然又加深了一层 她担心女儿前往法国是为了推翻自己的政权 此时安德烈表示 在她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派出一支队伍去拦截公主和遗嘱 女皇听后终于将悬着的心放下 安德烈一步步获得了叶卡杰琳娜的信任 这让全臣亚历山大十分不甘 于是她也派出忠诚的中尉书兵前去追捕 而她的目的是想拿到遗嘱 随后让女皇答应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彼得大帝的孙子 做好将未来的权力握在手中的准备 而在这样一场尔虞我诈的阴谋中 只有公主始终保持她的傻白甜人设 侍卫悄悄潜入公主房间 却看见了香艳的一幕 公主的睡颜无比甜美 白皙的肌肤让她忍不住伸手触碰 然而公主却将她误荡成心上人 直到公主睁开心松睡颜 才发现坐在床边的是暗恋自己的侍卫谢苗 出逃的公主看见熟人十分开心 但谢苗却是来告诉公主她信错了人 将昨晚看见巴图林与法国人密谋的事一一告知 但伊丽莎白就是不信爱人会背叛她 就在这时巴图林突然回来了 两人立即剑拔弩张打了起来 虽然巴图林武艺更加高强 但在谢苗的质问下她不免变得心虚 而此时一个法国人偷偷从背后抠袭 用酒瓶砸晕了谢苗 随后提醒巴图林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此时巴图林终于不再装了 伊丽莎白硬生生地被爱人拖上马车 不知要前往何处 此时埋伏在马厩里的卧龙凤处看到后 立马举起枪威胁巴图林放了公主 殊不知对方开枪的速度比他们更快 醒来的谢苗也立即追了出来 三傻会合正准备去追上公主的马车 结果此时却撞上全城亚历山大派来的 皇城禁卫军首领舒兵 由于三傻还是被追捕的逃兵 于是舒兵一声令下将三傻逮捕 但三傻也告知了舒兵公主逃跑的方向 请她务必要从法国人手中救出公主 而此时在马车内的伊丽莎白惊魂未定 她不敢相信 深爱的男人竟然真的背叛了自己 很快舒兵便带人快马加鞭追了上岸 仅用了两秒钟就解决掉了法国人 而此时的巴图林为了活命 竟然挟持公主相要挟 直到这一刻 伊丽莎白的内心终于彻底绝望 为了保护公主的安危 舒兵只好放走了巴图林 随后又在法国人的身上找到彼得大帝的遗嘱 舒兵接到的命令 是要将叛国的伊丽莎白 与彼得大帝的遗嘱带回皇宫 然而当她读过遗嘱后发现 彼得大帝任命的继承人 竟是眼前的伊丽莎白公主 而不是现如今坐在皇位上的 叶卡捷琳那一世 舒兵作为效忠于彼得大帝的士兵 决定从此刻起效中宫主助她夺回皇位 可惜如今的伊丽莎白 还是将皇位与荣耀视作奋斗 她返回圣彼得堡 亲手将先皇的遗嘱交到母亲的手中 叶卡捷琳那这才意识到 女儿或许真的无异于皇位 随后她召见了救回公主的舒兵中尉 终于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一直是安德鲁与压力山大 两位全臣在从中作梗 挑拨母女二人之间的关系 一代大帝彼得一世死都不得瞑目 只因她的妻子叶卡捷琳那一世 篡夺了她传给女儿伊丽莎白的皇位 心存愧疚的叶卡捷琳那 在精神衰弱时看到了彼得的亡魂 彼得没有回应 只是走到遗嘱面前 只向女儿伊丽莎白的名字 意在告诉她是时候让一切回到正轨上了 在见到了彼得的亡魂后 叶卡捷琳那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到达了顶点 在权力与欲望的操纵下 在图谋不轨的全程的唆使下 她深深地误会了自己的女儿 负罪感地让她第二天一早就守在女儿床前 在伊丽莎白醒来的第一时间就向她道歉 并告诉女儿她已经做下决定 会在下一次的疏密院会议上 正式宣布伊丽莎白为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并要让安德烈与压力山大付出代价 母女二人终于迎来了世纪大和解 三位忠诚的贴身侍卫 也终于回到了伊丽莎白身边 伊丽莎白告诉了他们母亲的决定 结果却被一旁的侍女听到 转头就将女皇要传位给伊丽莎白的事 告诉了安德烈 安德烈得知消息也立即找到亚历山大上映 女皇做此决定 也就意味着对这二人下手是迟早的事 于是两只老狐狸决定先下手为强 亚历山大找到女皇叶卡杰琳娜 强行给她灌下了一整杯毒药 随后以解药作为胁迫 逼着叶卡杰琳娜签下一份她拟定的遗嘱 在女皇去世后 将由彼得大帝的孙子彼得继承皇位 遗嘱签订完成后 叶卡杰琳娜无助地看向角落里彼得的亡魂 亚历山大虽然心虚 但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放过叶卡杰琳娜 给她喝的也并不是解药 等到伊丽莎白赶回来时 母亲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还未来的急于女儿告别就断了起 伊丽莎白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 连续送走了她的两位至亲 虽然伊丽莎白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但她此刻还是无比清晰地知道 亚历山大与安德烈 就是害死她母亲的元凶 而亚历山大也在此时 当众宣读了叶卡杰琳娜的遗嘱 下一任皇帝将由彼得二十继位 此时的彼得才仅仅十二岁 年少的君主势必要有一位摄政王在旁辅佐 而亚历山大的下一步算盘 便是要拿到摄政王的职位 无异于皇位伊丽莎白 虽然不反对自己的侄子彼得继承皇位 但她也绝不会让权力落入自己的仇人手中 于是伊丽莎白在庶民院会议召开前 派去三傻将安德烈半路打晕 送进了小酒馆 随后她便淡定地来到元老院旁听会议 伊丽莎白深知只要安德烈不参加 以目前大臣们的立场布局 选举结果将会持平 于是在众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伊丽莎白在轻飘飘地提出建议 亚历山大自然不满意这样的结局 但大法官却认为 这不是为一个破局的好办法 而且这样的安排也只是在时的 就这样在伊丽莎白的操控下 在座众人全都成为了摄政王 12岁的彼得二世也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七位沙皇 俄罗斯帝国的第三位皇帝 然而仅仅登基三年就死于天花 而彼得二世统治的三年时间里 做得最炸烈的事情 就是爱上了自己的姑姑伊丽莎白公主 而且还是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